從年前到年後 陳萬熙的鏈造事件 是全球華人世界共同熱切關心的話題 很多人都努力動用 甚至因此擴大了自己的網路社交圈和搜尋圈 素質的兩岸網路信息和圖片 有史以來最大的散通 四處傳送的圖片下遇著寫實 就等於真實的信念 徹底的拆解了藝人偶像 與大眾文化在以存在的裡面 更重要的是 它讓一直被百般設計消音去機的路股 性圖像穿透了各種社會的函迷 以最自在的、自戀的、自爽的形式 進入了每個人的眼神 這樣的資訊流動和圖像顯示 已經突破了階級性別問題的各種分類函迷 當然也引動了另外一些驚慌憂心的明亮 一時間最保護主義的性教育 道德教育夫生逐漸凝聚 新一波的妖魔化也同時發動 再度提醒、踏發男人的花心、變態和權力色域 受害的女人的不堪屬境和無力 則被用來呼籲社會自治、網民自禪 對理之下科技的效能和危險被描繪到最大極限 驗照的社會影響被直接導向 並帶壞小孩會多得受惠 於是警察、司法、人家一起動員 兩岸三地同一個路線被網民開抓 並且一口同聲地開始規劃如何緊縮、網際網路 防衛社會、保護社會 假如陳冠希被偷胎的 是跟她的未婚妻或跟她太太偷胎的 我們整個的社會一定會說 她的隱私權受到嚴重的侵害 為什麼大家這情況這麼不難 說她是隱魔 我認為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是 父權社會長期以來 就是說對女性的慾望、情侶的一個展示 在這個事件中 居然有一個婚姻跟家庭之外的女性 她的慾望充分的在展現 這個展現不只是女性情侶的展現 而且顯示說陳冠希可以讓女人這麼爽 是因為一般男人都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事實在引起重目 而且她尤其是婚姻跟家庭之外的 事件爆發之後主流社會 主流媒體跟社會一直想要流轉這個邏輯 就是說把網路的或是私人的這個 傳統平台這個邏輯把它流轉過來變成主流的 這包括說他們 這個焦慮展現的時候 他們一直無法親身的訪問到陳冠希 跟相關的當事人 因為中間都拖了一段時間他們才出面 那 這個就是我們拿出的事情來對照以前 就是說如果媒體 台灣人很常做這件事情 BBS上面去網路上面挖新聞 去把新聞找出來 比如說那個 那個 當次那個新二八事件 那個東海批雷的事件 就是他們其實 並沒有那麼強烈的焦慮跟必要性 去找到那個當事人 他們其實根據網路上的訊息 他們就可以做成一個新聞 可是這些事情不一樣 這個當然跟陳冠希是民連有關係 可是 為什麼他們一直 焦慮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發展的 都一直 到時候我們也沒有辦法控制 就在這個時刻 我們正在面臨類似的事情 我們好像不太很沉默了 如果我們在場的都同意 你們跟我們一樣 我一樣 我們都認為性不是洪水猛獸 我們每個人在內心 在私下的行為 都做過一些蠢事 都有一些厭照 都想留下些什麼 想到都還很甜蜜 我現在都覺得 如果還能再看到那些當年的東西 我可能會想起更多更可愛的事情 那這個到底我們在放棄什麼呢 那如果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所以我就在想 可能真的是發言的時刻吧 用你所有身上的每個性器官就發言吧 陳曼希的這個驗照的事件 我認為不應該停留在一個倫理的層次 或是道德的層次 也不應該停留在法律的 或是隱私權的層次 而且要正視它的政治層次 我基本上論點是這樣的 在網路上默默的下載 和傳播驗照的網民們 成為一個貌似冷凍的集體 威脅到了國家的公共知識與權威 所以這是個政治事件 而這個政治事件之所以可能 和大眾媒體的聳動報導 以及燕照們的屬性與職業相關的 換句話說 在這個事件中 聳動的大眾媒體 以及不論是沉默的下載網民 或者是性沙文主義的網民 既可能有其保守的一面 卻也有意料之外的動搖 公共權威與秩序的後果 所以我要從一個政治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所謂政治的角度就是 來區分誰是我們的朋友 誰是我們的敵人 而在這一個很複雜的多元社會 就有各種力量 也有聽人常常變換 但是我要說 今天我們的朋友 是網路的暴民 是聳動的媒體 對他們是我們的國家 我不是要完全平反這個 所謂媒體跟網路暴民 但是是要指出一些 新的社會發展和政治條件 從裡面看到社運 去介入的方向和變革的可能 如果說過去二十年來 在世界各地都上演了 所謂的陰道獨白的這個劇本 寫書了一些相較於過去傳統 一些裸點突破性的文化 和性別腳本 如果說陰道獨白 把陰道放入了公共語言 那麼也許今天 我們還是要去學習 欣賞 並且繼續發展 從許美鳳到阿嬌 到張國之等的女性 已經開始書寫了 不是陰道獨白 是陰道不留白 這是我們在自拍 和政府社群年代 已經有硬體能力可以做到 因此下面這些女性的戲碼 繼續會在新科技的領域當中發展 也許陰道不留白 會成為一個心理運動